最开始还不叫艾滋病,是叫这个名字 事情呢,在三个月之后又发生了变化 82年的6月份,CDC发现了新情况 一名59岁的血友病患者 发生了男同性恋相关免疫综合症的这个同样的病症 但是新的患者又不是同性恋 所以将这种疾病称为我们前面的那个名字 男同性恋相关免疫综合症啊,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于是CDC就提出了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这个名词 也就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AIDS 艾滋病的名称就是这么来的 其实中间还不是一次性确定的,还是经过反复的啊 现在艾滋病已经严重的威胁了人类的健康 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可以说是投入了惊人的财力和物力啊 目前的全球有近60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约2200万人命丧于此 全世界艾滋病的重灾区在非洲有将近3000万人 中国从1985年发现第一个感染病例到2003年底啊 艾滋病人的人数已经累计达到了100万人以上 现在仍然活着的感染者是84万人 病人呢是8万人 为了控制和预防艾滋病呢 我国政府抓紧在研制艾滋病的疫苗和抗爱的新药 中央下播了57亿元的专项资金 而且发动了全社会共同来关注艾滋病 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社会名流 知名人士呢 都纷纷加入了抗爱的行列当中 你像普存希 还有张朝阳 以及徐帆等等 他们都是艾滋病宣传的这个宣传员 艾滋病患者也应该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应该对他的理解 宽容 帮助 让他们也应该和我们一样 生活在阳光下 享受那份应有的温暖 让我们人类团联起来 用人类的友善乐观智慧和坚强 战胜艾滋病 艾滋病现在被大家称为是超级癌症和世纪杀手 按照现在的医疗水平 是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这种疾病的 能够做的只是预防和控制 因此呢 艾滋病在全世界流行和蔓延开以后啊 大家非常的恐慌 特别的害怕 我们常常说谈爱色变嘛 我们来看一个音乐工艺短片 我们看一看大家对这个艾滋病的一个态度 我有一个绝对消息 但我不该随便曝光啊 我 我这个该怎么讲不太好讲 其实关于艾滋病 听说某某的爱奇兵 可以怎么看 该怎么犯 要听说爱配丰热很容易转燃 不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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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喷嚏 小心你身旁 千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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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要对我 其实我想这个短片也真实的反映了我们在生活中的一种态度啊 对待艾滋病的一个态度 对待艾滋病病人的一个态度 不知道为什么 有很多人可能因为艾滋病啊在他们的身上在他们的心灵当中留下的阴影就产生了巨大的恐慌 有一些是根本没必要的恐慌 比如说我们曾经宣传过说可能这个艾滋病会通过血液传播 我就听说这么一个故事啊 有一个小伙子在去美容院里修面的时候 那个剃刀啊不小心刮破了他的下巴 从此之后啊他就寝食不安 每天去拨打有一个艾滋病热线咨询有关方面的问题 后来呢这个咨询员就建议他说你如果有这样的担心的话 不妨呢到医院去做一下这个检查 结果啊是他的HIV抗体呈阴性其实就代表根本没有感染艾滋病 但是这个男子呢还是不放心经常拨打这个艾滋病的热线 而且半年就要去检查一次 最后发展到他的心理上可能已经有一种小小的疾病 不敢和妻子在一起生活也不敢靠近自己的孩子 在这我们要说一下其实这种担心是根本没有必要的 如果通过医学啊科学的检查之后发现自己的抗体是呈阴性的 这就说明完全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啊 另外呢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艾滋病的具体的传播途径 其实恩太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已经提到过了 只有三种传播途径就是母婴血液传播和性传播 而且呢艾滋病病毒离开人体啊会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就死亡了 有一段时间我记得天津曾经有过一度的恐慌 说有艾滋病病人拿着这个针管啊在街上乱跑 然后要扎人后来医生辟谣说艾滋病的病毒 一旦曝光于这个空气当中啊在短时间里他就死亡了 非常短所以呢和艾滋病患者一起游泳吃饭 甚至握手亲吻都是没有问题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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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蚊子之类的昆虫 如果叮咬了之后 也有人会担心说血液传播 那蚊子叮了你之后再叮了它 可能会不会有问题 在这要给大家普及一下知识 蚊子每次的吸血量只有0.00004毫升 因此蚊子要传染艾滋病的话 你知道它要叮咬280万次才能成功 这蚊子得累死了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蚊虫的叮咬是不会传染艾滋病的 好那我们也记住 今天1988年的12月1日 第一个世界艾滋病日 到今年应该是第19年的时间了 其实在19年当中 艾滋病人的数字增长得非常的快 所以也引起了大家的恐慌 在这我们还是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 一方面洁身自好 另外一方面要关注我们身边的 艾滋病病人 不要歧视他们 艾滋病人最需要爱 我们都在 请走过来 谁躲在背后 虎途沙彩 是因为不明白 才踏进小海 不敢明白 那才是最悲哉 我们欢迎你走过来 你受伤害 我们明白 你只要经过正确的安排 云路谁人存在 一样生活愉快 有我坏坏 你一样很高 历历在目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现在我们常用的人民币 但是这个人民币呢 已经见不到了 因为它是第一批人民币 1948年12月1日开始发行流通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票面上写的是 中国人民银行那几个字啊 是董碧武先生提的词 而且我们再看一下 下一张 这里面有中华民国37年的标记 但是在背面写的是1948年 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第一批人民币啊 在印刷之前呢 设计的时候 其实本来上面是有 这个毛主席头像的 但是送过去的时候呢 毛主席说啊 人民币是属于国家的 是政府发行的 我现在是党的主席 不是政府主席 怎么能把我的头像 放在上面呢 所以呢 图案就改成了 现在大家看到的 经济建设和新社会 人们所经历的 生活有关的图案 比如说农耕啦 纺织啦 交通啦 运输啦 工厂 还有矿山等等图景 另外呢 当时第一批人民币的发行啊 只有10元 20元和50元 三种卷别 首先呢 是在华北 山东和西北三大解放区 流通使用的 1948年12月1日发行 到1955年5月10日 就停止流通了 大概中间也就有 七年的时间 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人民币其实经历了一个 就是从票面上来讲啊 包括是面值来讲 它都有一个过程 好像每一个时间段 有些不一样 我们也做过一期 一关于 谢谢大家